真将能考验到一个男演员的颜值,我觉得是穿上古装打扮的他们,玉树林峰,面如关玉,见眉心目等等这么好的形容词,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,如古天乐伴的杨过,五代绒版的花无缺,苗小蕾的杨康,正少秋的楚流香,这么多年过去了,他们的模样依然让我念念不忘。 后浪推前浪,新近的小生也火力冒出,李一峰,陆海,杨阳等流量小生非常受宠,那么香港老一辈大帅哥随着岁月的增长,不得不退出银瓶,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了,又谁已传到星巴的好基因呢? 谢贤六七十年代香港娱乐圈的天之幽子,儿子谢霆锋最红的时候,也比不上他的红,电视剧《千王之王谢贤》与王明权主演,他饰演《千王罗斯海》,才是赌王的鼻祖,此歌的称号是由此而来的。 1996年《千王之王》重出江湖谢贤宝到莫朗,各种千术展现的惊人动地,此剧堪称电影级别的水准。 这么多年来,还没有一部电影能拍出这样高水准的千书描写,大家都知道谢贤有一子一女,儿子是人气明星谢霆锋,16岁出道就给业内人士一致看好,好快看好成为四大肩毛的接班人。 谢霆锋与四哥长得很相似,长得那么帅气,还真是要感谢父母,强大的好基因。 谢雪女儿谢霆锋同样得到四哥高大长腿欧巴的遗传,火辣身材的补书给母亲迪波拉的年轻的时候,谢霆锋在娱乐圈没有太大的建树,只拍过几部戏,比较有人气的语言之杰主演的动作片《绝色武器》,正烧球银瓶里的一代大侠, 古装打扮的美男子,演技派的长青树,秋欢的古装造型真是一绝,很有大侠的风范,正烧球里有四个女儿,其中大家熟知的是二女儿,各与北姐生的郑心一,很显然特质是随妈的,苗乔伟金庸也大在认可的杨汤,趁苗乔伟超越了他写的杨汤,黄玉怀版射雕英雄传,是TVB史上的经典武侠剧。 这一版本到现在还认为是不可超越的经典,书中描述的杨汤容貌俊美,一身贵气,脸如冠玉,风流潇洒,但略带一丝邪魅,苗乔伟把这一个腹黑的王子演绎的入幕翻分,观众却没有这个坏角色产生憎恨,反而大赞有家喜欢倒不得了。 苗乔伟有一子一女,儿子叫苗准,剧文长的英俊帅气,读书时是学校里校草,苗乔伟老婆七美珍,当年也是女神一女友,女儿苗同一传到母亲的美貌,在校里是校花,个性有点好好,喜欢到夜店玩。 谈到梁康怎能不提接近哥哥黄玉华,饰演的郭静让无数人喜欢,与刘德华,梁朝北等称为无虎将,也是在TVB拍的最多剧集的一个,黄玉华与俊恋班的师姐梁杰华结婚,欲有一女名叫黄芷晴,现已开始进军娱乐圈。 唐正夜TVB无虎将之一,天龙八部饰演段日一脚爆红,年轻时她的颜值真是高,虽然后来星途严重受挫,但是人生是过到很成功的,有多个孩子,其中有双胞胎儿子,双胞胎女儿。 唐正夜的大女儿唐爱家是高学历的才女,外形甜美,戴着墨镜的她看上去,是不是有点像范冰冰,四大天王张雪又有两个女儿,张瑶华是大女儿,张瑶轩是小女,大女张瑶华颜值甚至妈妈罗美威,现在常开了婷婷玉丽。